有没有发现他们学习的逻辑是先学宏观的内容 比如说他们学了地图 You built a snowman yesterday, we worked so hard on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20周、21周以及22周学习的内容 孩子们在1月初就已经开学上课了 他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第20周 但是紧接着在21周他们又停课了 因为21周下了一场大雪 整个一周他们都没有上课 但是22周他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了课程 所以这三周的学习内容其实并不多 他们整个的课程量只相当于两周的课程量 在寒假结束的第一天上学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 他们在寒假当中做了哪些事情 每一个孩子都要求走到前面来和大家分享 他们在寒假当中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谁、吃了什么、玩了什么 以及在寒假的最后一天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孩子们首先要以画画的形式画在纸上面作为提示 然后走到前面和大家分享 这三周的第一个重点是学习地球仪 在以前的课程当中我给大家讲解了 学校如何教孩子们看地图 那地图当中有哪些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掌握 但是从这一周开始他们学习了立体地图 也就是地球仪 并且他们学会比较地图和地球仪的区别 比如说地图是平的 但是地球仪是圆的 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画出来我们想知道的地方的样子 但是地球仪就是一个地球的模型 然后老师又要求同学们在这个对比图的背面 画出了你的房间卧室的样子 在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莉莉的卧室的样子 她画了她的床 然后床头柜 还有她的桌子 还有另外一个写字的桌子 这是她的closet 在地球仪的知识上面 孩子们学习了equator赤道 他们知道赤道把地球分成了北半球和南半球 他们还学习了prime meridian 本初子午线 莉莉了解到 本初子午线把地球分成东半球和西半球 所以这是一个地球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然后这是equator equator是最热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是prime meridian 也认为green rich meridian 因为呢 这一位然后有green rich 然后the prime meridian就cross这个地方 然后呢 there's also a steel rod 所以呢 这是prime meridian 然后western hemisphere and eastern hemisphere 我们live 且是这个地球这里 我们liv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然后呢 我们还liv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孩子们又进一步学习到了地球当中的 七个大洲以及五个大洋 老师会给孩子们看一段 关于七大洲五大洋的教学动画 我把链接放在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search一下 一共有几个洲 有七个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fric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sia, Australia, and Arctica 一共有几个大洋 有五个 Pacific, Indian, Atlantic, Arctic, and Southern too 再来 孩子们学习到了美国的著名山脉和河流 两大主要山脉分别是 东部的Appalachia Mountains Abalachia山脉 以及中西部的Rucky Mountains 洛基山脉 著名的水系河流分别是 北部的Great Lakes 五大湖区域 东部的James River 中部的Mississippi River 密西西比河 以及中南部的Rio Grand 格兰德河 做的小测验是把名称填到相应的位置 对号入座 这是Rucky Mountains Rucky Mountains是11号 这是美国最大的山 Yellowstone Park住在这里 Rucky Mountains经过了哪些州呢? Montana Idaho Wyoming Utah 和Colorado Let's move on to the Great Lakes It's right here Includes five lakes It borders eight states of the USA It contains twenty percent of the world's fresh water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Rio Grande It starts from Colorado And forms a border of USA and Mexico And it empties out at the Gulf of Mexico 那么在第二十二周考试如约而至了 我会把考试的内容放在影片的结尾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他们到底考了哪些内容 第二个重点 词汇的单复数形式 把一个单词变成复数形式的方式一共分两种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加上S 当这个单词是以Y为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如果是原音A E I O U 原音再加上Y结尾的单词呢 不用变直接加S就好了 比如说Toy T O Y S 直接加上S 那如果是辅音再加上Y结尾的话 我们要把Y改成I E S 还有一些词他们比较特殊 比如说小孩 单数就是Child 而复数是Children 那么对于这些特殊的小词汇 我们需要特殊记忆 第三个重点 科学课 在科学课上面孩子们学习了制作桥 孩子们被要求用到棉花糖和牙签来制作一个桥 首先你要画出你的设计图 然后你要观察你的桥是否能够站立在桌子上面 也可以要求一个团队一起完成 第四个重点 英语课 也就是语文课 孩子们首先读了一篇文章叫做Snow Day 然后被要求做阅读理解 回答相应的问题 之后呢 里面的一些词汇老师会专门拿出来讲解 为了了解他们是否真正的掌握了这些词汇 老师会要求他们把单词画下来 然后在旁边做出解释 我个人非常推崇这种单词的学习方法 它的记忆非常的深刻 当我们讲解过这个单词之后 如果可以让孩子把这个单词放到一个故事里面 或者他头脑中想象的和这个单词有关系的任何一句话 或者一个故事 他都可以画下来 然后再给家长和老师讲解他画的内容 这样就会把被动的学习单词的方式 填压式的灌输性的 死尽硬背式的学习方法 变成了主动的学习单词方法 也就是如何应用这个单词 在22周 他们又阅读了两篇小短文 第一篇是Fiction 回答相应的问题 第二篇呢 叫做Informational Passage 也就是Non-fiction 信息含量很大的 阐述fact的文章 阐述事实的文章 第五个侧重点 诗歌朗诵考试 在第20周的时候 老师给学生们留了一个诗歌 讲解了这首诗歌 在第22周的时候 他们进行了考试 也就是背出来这首诗 要用到异扬顿错 语音语调 要有断句的 很完整的 流畅的背下来这首诗 其实就是在考语言表达 老师是不是让你们背一首诗啊 对 然后星期五要考试啊 对 那你背我听听看 we built a snowman yesterday we worked so hard on him we made him nice and round so no one would think he's too thin the snowman's arms reached to the sky the snowman's eyes were bright we used mom's scarf and dad's old hat to wrap him up so tight we used the buttons from my coat and added brother's belt it made us all so sad to see today he started to melt 第六个侧重点数学 从第20周开始孩子们学习了分数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学习分数这个概念 所以最开始在第20周的时候 老师讲的非常简单 有浅入深的一点一点加强 比如说这是一个长方形 我们就把它不分的话 它就是一个后 如果分成一半的话 这个就是一半 这个就是一半 如果分成三分的话 那每一份就是三分之一 以此类推 这是他们的一个表格 如果是圆形的话 要怎么分呢 比如说我要分成两份是这样的 我要分成四份是这样子的 有些图形是不规则的图形 那么它们可以被等分吗 也就是可以找到它的equal parts吗 如果你可以找到 就把它涂上颜色 如果不能 这些图形没有办法等分 就把它放在旁边 再来做一个巩固练习吧 上面就是已经告诉你的 等分的情况 这是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要求你把另外一张纸上的小图片剪下来 然后贴在相应的位置 不同的图形 四分之一是如何表达的 难度不断升级 反复的练习加强孩子们掌握这个分数的能力 再来难度进一步加深 完成之后的形状 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孩子们很喜欢这个游戏 那么在第二十二周 孩子们进行了数学分数的考试 以上就是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二十周 二十一周 二十二周 学习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 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帮助我成长 这里是Jesse的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bye 既然你已经看到结尾了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感谢了 bye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